好那我們接著來探討這個議題叫做 Concurrency 然後在這之前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票選題目讓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看一下各位網友的作答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題目講什麼 講說 Binance microphone 跟 Mutex 是不是一樣 然後呢 的確蠻多人就回答很有趣的回答 就是說 有很多人回答的是說 那麼兩個不一樣 但是這兩個東西到底哪裡不一樣 其實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議題 好 然後呢 事實上這個題目很難用簡單的句話回答 因為你要看的是一個定義面的 然後還有這個實作面的 那簡單來說呢 森佛是比較早被提出來的 然後 Mutex 是在實作的過程中才去提出來的 就是說 森佛本質上它是一個 Counter 然後它有一個特化形式叫做 Binance Semaphore Mutex 是因為這個 就是在1960年代之後再提出來的一個設計 好 那這跟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有沒有關係呢 有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剛剛講的東西是哪一種呢 領域呢 是所謂的叫做 Synchronization 好 那但是實際上我們要講的東西 不是只有 Synchronization 我們要講的東西甚至是在多核 或是在一直多核都有涵蓋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篇文章 跟你講說這個免費的午餐已經結束了 好 那這篇文章在講什麼呢 可以稍微妙一下 那這篇文章是在2005年寫的 然後事實上有很多東西已經有改變了 不過還是有它的參考價值 好 那一開始就可以看到這張很經典的圖 跟你講說整個處理器的發展 那處理器的發展呢 曾經有一段時間呢 是用非常快的速度 大概是在25年內呢 用非常快的速度去進展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這25年內 很多公司它就是改變了 很多那種大型電腦公司它不見了 像那個Deck 像那種大型的公司就不見 然後但是像那Intel 它就從這個微處理器 然後一路這樣做上來 成為新的霸主 好 那你有沒有看到這畫面中 這綠色這條線 就是可以看到左邊是什麼 這是一個對數目標 好 那所以曾經這個世界上有一段時間 它是用非常快的速度在這個 這個處理器在進展 那你可能有聽過一個東西叫做 摩爾電影 好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來快速幫大家畫一下重點 過去呢 這些處理器呢 有可以快速進展 它基本上有幾個手段 第一個就是增加CPU的時脈 然後再來是在整個Pipeline設計 整個執行做一些最佳化 那像是Brench Perdition 甚至包含說這個亂區執行 好 那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因為CPU的進展 CPU的進展遠比這個主記憶體的進展來得快 那所以如果說呢 可以降低這個主記憶體存取的機會呢 這樣才能夠避免說快的 除此去等慢的那個Memory 那當然有更重要的其次就是Cache 這三個議題呢都是一個 歷久迷信的議題 但是現在處理器的方式有一些差異 因為單一核心已經很難再提升了 所以現在想法是說如何讓 因為現在問題是CPU的時脈很難很難 很難持續提升 那所以如何用很多個 處理器的核心 然後呢 在這上面去提升效能 那在這文章裡面就提到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說如果你給你兩個 兩個三GHz的這個什麼的處理器呢 它能力會不會小於六GHz的那個環境 這裡面是一個很有趣的迷思 那不過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什麼事呢 這個Cache還是很重要的影響 那我們今天要探討的議題是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議題就是在這個部分 就是說呢 我有好多個執行序 甚至我有好多核 那甚至有可能聽過 它可能不是SMP的架構 它可能是NUMA 把很多的SMP把它 匯合在一起 然後變成說整個System Bus的設計有很大的改變 這是我們今天想要探討的議題 好 那這篇文章呢 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看 那其實講的蠻細 而且是用很牽涉的方式 跟你講說 現在這個處理器的發展 遇到什麼限制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看到說 乳丸體 乳丸體開發在這過程中變得很關鍵 那講主題之前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這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是 你是從西元開始學的話呢 你會接觸到一個東西叫做地回 那這地回呢 基本上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那 事實上在多核來講的話 地回 這件事呢 它不是直接相關的 注意到啦 這不是直接相關 但是它的設計概念有很大的關聯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你可以看到說很多地回程式呢 基本上它沒有 它可以減少區域變數的 區域變數或是權益變數的使用 就是以這個地回的程式來講話 你可以做到 比方說你可以做到幾乎用不到權益變數 你可以從頭到尾 就是透過地回的寫法 你可以把 減少權益變數的使用 幾乎都只用區域變數 這是可以做出來 那這件事對多核的那個實作呢 有很大的關聯 那這邊有一篇討論 在Stakeoff的討論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Functional Language 在多指定序多核的情況下 有很大的影響 那你會看到 有個詞呢 叫Pure Function 總之就是說 這個過程中啊 我們會希望說 降低一項是權益變數的使用 而且是用一個形式可以套用 甚至可以看到 有聽過一個詞叫做Map Reduce 那這個都是思維上的改變 注意到啦 簡單來說 它沒有一個什麼 沒有一個 減少這個 share state的存在 你不能完完全消除掉 但是透過寫程式的方式去 降低這個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 簡單來探討的一個關鍵 那現在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呢 你可以看到說 在我們現在這個處理器的發展 因為單一處理器的核心的時脈 已經遇到一個很大的障礙 因為耗電跟散電問題 這個東西很難很難處理 如果說你要把4GHz的東西 拉到5GHz 那你的這個 Pure Function Code 有可能會濃掉 因為太熱濃掉 但是呢 因為現在隨著製程的改變 你可以在單一面積內 塞的電氣體 可以越塞越多 所以你發現什麼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的8核心的處理器 比方說用手機 裡面的8核 那基本上它的那個die size 它也很可能跟過去的那單核 是差不多的 甚至還可以更小 這就是因為製程的改變 然後關鍵的地方是說 我們需要用軟體的手段 然後所以程式語言也變得很重要 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這個程式語言呢 基本上對這個整個 Pure Fun Model有很大的改變 然後所以 你為什麼要關注這個Function Programme 好 再拉回來來看一下 剛才講那個 剛才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因為難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幫大家看一個 幫大家來探討一篇文章 好 先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位 有一個 有一篇文章 他的作者是 Michael Barr 那Michael Barr 他搞了一家公司 叫做Bar Group 左上角看到這個Bar Group 那Bar Group 你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他在Embedded世界 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公司 之前在美國奧克拉河馬州 有一個死亡車禍 就是連續追撞 死亡車禍 後來證實是Toyota軟體寫錯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 你要怎麼在發生事故之後呢 透過這個 透過分析可以指出是 問題是出在駕駛 還是出在車子的軟體 以及硬鐵設計 那像跟他講那個官司 這個死亡車禍官司 最早是說這個婦人 他的鞋子黏到什麼 黏到那個油門 然後導致誰 他就是連續踩 這個以中華民國的法律判決 看起來應該就是這樣判的 反正錯都不是車子錯 但是後來呢 這個NASA介入調查 但是失敗 因為這個問題實在太複雜 那MicroBar他領導人Bar Group就接手 所以一個非常小的團隊去接手 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要知道這件事 這個東西如果誤判呢 是天文數字的那個 產值落差 總之呢 在Bar Group他花了很多心思 他們是這個在 即時多工作業系統領域的一個 一個專家 那MicroBar是這個Bar Group的CTO 他就寫這篇文章 他的觀點是從這個 Athos Athos的觀點來看 那來看一下 他的把列出來 第一個就說什麼 Semifon跟Mutex 他是可以互換 就是很多人都會有這個認知 好 那所以 當然這個 當然我想很多網友 不是照這個判斷 所以這個其實是好的開始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在實作層面來講的話 很有意思 因為呢 Semifon是先提出來了 然後Mutex 是在作業系統的實作過程中 需要引路一些機制 才分化出來的 但是在有很多作業系統的設計來講 這兩個實作可能都是一樣的 我們來舉個例子 像這個例子來講 這邊來講 你可以看到什麼 這邊有一個Mutex的使用 這沒有大問題的 然後這個是Semifon的使用 有一個 不管是PostSend 或是Wade跟Signal 基本上它的概念 用法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好 但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這裡 注意到 這篇文章是以這個 LeoTime的觀點去看的 好 所以它跟妳講什麼呢 一個本質上落差是什麼呢 就是 在Mutex來講 它是去持有資源 它是 就是 誰去持有就是誰去解 那Mutex本身它是 它自己counter 就是說 它只在意 通過的數量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就像鐵路平交道一樣 好 那所以Mutex 因為它有這個持有者 也就是所謂的owner 有這個owner 有這個owner的概念的話呢 它會導致一個問題 叫做Priority Inversion 那這邊你可以看一下這邊的連結 那Priority Inversion它的關鍵是在於說 我們會有一個資源 會有持有者 那這個持有者呢 必須由它來釋放 就是說誰持有就要誰來釋放 所以以Priority Inversion來講的話呢 我們快速看一下它在做什麼事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畫面這張圖 那這張圖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們今天有一個高中低的 不同優先權的這個三個任務 好 那這個低優先權的任務呢 它可能持有一個Lock 那它持有Lock 可能是一個什麼 像是那個中端機的輸出的那個 一個Lock 就是說你每次輸出都是要一整行輸出嘛 你不能輸出幾個資源就被打斷 所以它必須要持有一個Lock 那所以我在應列這個資源的時候呢 我這個低優先權的任務它會持有一個Lock 好 那直到我這個Lock解除 當然是由低優先權的任務來解除 在解除之前呢 這個Lock都是持有的 這個本質上沒什麼大問題 可是如果說呢 我這個低優先權的任務呢 在比方說它持有這個Lock的觀點中 突然爆出一個中度的 一個Medium Medium priority的一個任務的時候呢 這會發生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低優先權的任務呢 被中度優先權的任務搶佔了 那這個本質上也沒什麼大問題 只是導致說這個Lock 就是Lock持有的時間變長了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畫面中間這個Medium task 它如果它執行的時間非常長 甚至它沒有結束一天 那會導致什麼狀況呢 會導致原本高優先權任務它有connected 或什麼低優先權任務的持有Lock 那會導致什麼事呢 如果這個Medium task執行的夠久 執行的夠久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變成說執行夠久的話呢 你就會發生說 這高優先任務永遠沒有機會被執行到 那當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是有很多機制被提出來 像你可能有聽過Pi-Alti Inheritance 或是這個叫PCP 總之有一大堆的機制 在Liotime的觀點 可以看到這些差異 那這邊幫他複習一下這個設計 事實上在1974年 這個Semophone就被提出來 那對不要懷疑 又出現這一位了 所以資料結構做一些我們都可以看到它 應該說早期的電腦科學家都是 慘的都很驚人 可能在圖論看到啊 然後網路也看到 反正一大堆女友看到 好注意到最早的是怎樣 那Mutex它的提出其實很晚 好注意到Mutex的提出以及它的 它的那些Pi-Alti Inversion的防治方式 比大家想像中晚很多 這是在80年代 1980年代到90年代才被提出 然後注意到 而且它提出的是因為有工業的需求 不是為了理論的 這個Semophone它是用這個 很多時候是提出一個數學模型 但是Mutex它是為了解決食物的需求 好再回到剛才最早提出的問題 所以Mutex的實作跟Semophone 概念上有很大的差異 Mutex本身它是有一個owner的概念 然後在實務上呢 我們還要設計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作業系統要去追蹤 這個owner的狀態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成本 所以包括說Linus也好 Windows也好 這些作業系統都會花很大形式去調整 實作上的完整度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涉及到 功能跟效能的一個拉扯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 Mutex相當於是怎樣 它是在實作面提出一個更高的抽象層 那這邊有幾篇文章 請你自己回去探討一下 他就跟你講說 Mutex相關的問題 這三篇文章寫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完全不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一個層次 這個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算是單核 就是當Semophone和Mutex 在單核的時候就要去解決 但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是更大層次 甚至是在 前面講的多核 甚至是一直多核的情況下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篇很經典的這個演講 是RockPack 那RockPack是以前在 最早是Bail Lab工作 然後現在在Google 那他這邊就跟你講一篇文章 這個很有意思 他就跟你講 用來探討說這兩個 人們很容易搞錯的詞 那這邊有錄影 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錄影 然後他的投影片風格很有意思 RockPack的投影片風格 有時候你會忘記他的年紀 就是 反正他的舉的例子都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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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隻 一隻 地鼠 就用地鼠來舉例 那這個 Gopher 基本上就是Go的吉祥物 他用這個東西來舉例 好 那這邊幫大家畫一下重點 那簡單來說 Concurrency對軟體設計的衝擊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想要充分使用到CPU資源 這是人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 可是呢 程式很容易就會造成那個CPU棒的 比方說你要開發一個搜尋前 你隨著資料量的增加 你很容易就變成CPU棒了 那 但是呢 你會發現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主要呢 你還是 因為 你還是會遇到很大問題是Io棒 就是 比方說你開發一個搜尋前 不管用再好的演算法 依照資料量增加的時候呢 你很容易這個CPU棒 而且 同時你也會成立Io棒 所以CPU棒 Io棒 都可能這樣 同一個時間發生 然後 如果呢 你的CPU史慢沒辦法增加 然後呢 呃 如果說其他的存取方式變快 這最後會發生 它變成CPU棒的方式 那 這就是我們要軟體去思考 就是 像這樣挑戰 你完全不可能只是靠 調整你的 演算法 就可以變快 這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 那 甚至 為了要讓整個實作面 達到更好的一個表現 往往我們都需要設計一些專屬的程式員 去達到更好的concurrency 那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先把這兩個詞搞清楚 這基本上呢 就是 concurrency 基本上我們不然來說 我們 會認知是 它是一個 程式的架構 就是說 它關鍵的地方是 它可以把那個程式切割成好幾個獨立的工作 比如說像驅動程式 網路的驅動程式跟圖形的驅動程式 它就是獨立的 那 所以注意到呢 網路的驅動程式跟圖形的驅動程式 顯然它做的是不少 但是它工作的時候呢 它會在 某個時間點 執行 那這兩個東西呢 是各做各的 那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我們講concurrency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切割 那 其實很有意思 是什麼 Pyraiser一般說我們講的是銅子的 然後比方說我們講那個 矩陣 矩陣的什麼 矩陣的什麼 矩陣不要說 矩陣也好 項鍊也好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我要做這個 投影 比方說我們要算投影 就要做那個什麼 做Daprata 那 所以像這個矩陣也好呢 這個 矩陣的運算 我們必須一口氣做完 一大堆工作 那 很多工作本質上它是銅子的 像這個Daprata 然後就是 城管之後再加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講說 執行的時候 同個時間執行多個程式 好 然後 比較難的地方是這個 就是說呢 比較難的是這句話 就是說 不見得要用Pyraiser才能夠實現Concurrency 所以有一種說法是什麼呢 所用的說法是 Concurrency是Pyraiser的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 一個集合 就是說 Pyraiser是一個特例 然後整個東西可以叫做 Concurrency 好 那 Rodpike的那個 投影片我們幫他畫個重點 那 他呢 剛才出現那個地鼠在幹嘛 就是說地鼠要去燒那個書 所以 從這個左邊 搬這個書 搬過去 然後到右邊來去燒 好 那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呢 這個 右邊的東西叫做 焚化爐 焚化爐是有限的 然後 書本呢 看起來是很多的 然後一隻地鼠能夠搬的書 所以那個 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要怎麼讓這個書本可以燒快點 那當然你會說 為什麼不直接在那個書上點火 注意到那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要是把書 透過地鼠 送到焚化爐 好 那你說 很簡單 再多交一隻地鼠來 好 可是你怎麼保證說 兩隻地鼠可以同時運作 好 那就算兩隻地鼠可以同時運作 你也知道 萬一推測之為一個的話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很困難問題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去思考的點在哪裡呢 就是 我們要去做的事情是說 有沒有可能三隻地鼠只做其中的部分 好 比方說有的地鼠專門這樣 把書把它搬到這個 那個 車子上 好 那其中一個地鼠呢 把這個書推到的 焚化爐 然後另外的地鼠專門燒書 好 這東西你可以看到什麼 它就是一個 DECOMPOSITION 就是說它去把這個解構 注意到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 concurrence它有可能做到的地方是什麼 它的解構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的這個車子夠多的話 你可以每次地鼠都做 重複上面這件事 那當然如果說 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它合不起來 好 所以你會發現很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你會看到 畫面中看到上面 上面那一路跟下面那一路 基本上 你會發現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再重複一次 我們講 concurrence在意的是 它解構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畫面中 如果是以畫面中間 這個 這種解構方式 有沒有看到 搬書 不 書放在車上 推車 然後把書 拿去焚化爐燒 那當然你也可以像畫面中這樣子 就是怎樣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上面跟下面幾乎都是一樣的 那我只要有足夠的資源 我可以上面跟下面做 做同質的行為 那我們注意到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什麼呢 把下面這個東西 我們稱為叫 排列人 注意到嗎 排列人 然後上面呢是 concurrency 好 那 所以我們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說呢 這個 剛剛我們講的例子來講話 我們來看一下 concurrency 基本上 它的重點是 工作的切割 排列人 講是 同時多個程式 好 那接著我們要講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模式 我們稱為 Folk and join 就是說呢 我先把工作分化出去 注意到不要把那個 不要把這個東西 跟那個 跟系統固教那個 Folk搞錯了 不要搞錯這個東西 這個Folk是系統固教 但是我們今天講這個Folk 是怎樣 是 是工作模式 所以這比較搞錯 好 那我先建立一個 建立若干個同職的執行單元 然後在同個時間去執行 那就像什麼 就像畫面 畫面這個 就是說我上面呢 我就 兵分兩路 然後 或者是兵分四路 總之我不管兵分多少路 他做的事情等值了 然後 開始做這些動作 搬運啊 燒術也好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稱為Folk control 那如果說你換個觀點 所以注意到 我們講這個Pyrevision 跟Concurrent 難就難在哪裡 你只要換個觀點 你可能就會搞錯了 所以注意到 從頭到尾是觀點 從頭到尾是視角的問題 所以另外一個視角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了畫面上這張圖 那這張圖呢 注意到呢 這邊大家講話 你看到嗎 這個就是用 CPU的觀點 CPU跟指定的觀點來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在講什麼 就是說我的問題呢 我可能切割成 比方說前面是比較密集的 比方說需要什麼 需要 你可以想像 比較多 CPU棒的 那後面可能是Io棒的 Io棒的麻煩 你要等那個 比較快的CPU 要等比較慢的周邊嘛 那所以 前面可能是CPU棒 後面是Io棒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時間間隔都很短 每個指定跟指定間隔很短 基本上都是CPU忙碌做事 那右邊的時候呢 CPU沒有那麼忙了 他要等周邊 花很多時間等 好 那我們呢 稱為這件事叫什麼呢 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我們稱為這個東西 它的結構 稱為叫做Concurrency 但是如果說呢 你可以創造 畫面中這個 我們把這個問題切割 而且這個切割呢 可以同時切割 就像那個矩陣啊 矩陣的那個 乘法加法這種的運算 它每一個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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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操作呢 都可以對應成 右邊這個指定 當然有時候呢 是指定很密集 有時候是很收散 但是沒關係 不管怎樣 它都是等值的 同值的 分配給 這四個 4個 4個 所以 注意到 這完全是觀點問題 當然 這邊你會看到很多 他們討論 我們今天都是講 很基本的概念 注意到 這邊討論了非常多 然後呢 可能跑出 你一些沒注意到的東西 比如說 可愛的newmai又出現 然後這個東西又跟記憶體的模型跟Topology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我們今天想要探討的議題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畫個藝術然後動一動跳一跳就行了 那只有對考研究所有幫助 注意到我們真實實際上遇到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就是有不同的Memory Access Model 比方說下面講的NUMA也有可能有UMA 然後呢再是你的整個CPU跟CPU各個點 因為現在多核時代嘛 CPU跟CPU之間它的Topology到底長什麼樣 所以它會有Hypercube、Tree、Mesh 反正就是說它有非常多架構 然後這東西都會導致完完全全截然不同的結果 那這就是涉及到架構設計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在20年前這個東西我們都知道Research 但是在現在呢 這不是叫Research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世界 所以歡迎來到21世紀 好 最好想要是先把這個基本概念搞清楚 然後試著去讀這些討論 當然看StackOffflow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不懂還是可以提問題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互動 那注意到有的東西已經關掉就不要在上面互動了 注意到這個東西已經這樣 這個東西已經關掉了 所以就不要再更新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這系列文章 就是說這個Concurrency 如果去Google搜尋 或是在StackOffflow那邊找 你會發現一個背區是什麼 就是資料非常的少 對 這個真的是很困難的事情 會不知道怎麼辦 那有一個很認真的同學 叫張燕正同學 他畫你的心思去整理這個Concurrency系列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複雜 那張燕正同學他在當兵的時候 他現在在服這個提代意 他當兵的時候很積極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當兵會變笨 反正當兵每天都在想這個Concurrency 每天都在算算數學 那就不會變笨了 好 那這個文章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他就整理了這個 注意到這個系列文章還在改 所以有些內容可能是不對的 那如果說你遇到看到不對的話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想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去研究 就是前面講那個Semophone Mutex 這個很基本的 這是Synchronization 我們再強調一次 我們剛才講的那些東西啊 Semophone啊 Mutex啊 基本上那個東西是什麼 在作業系統觀點來講 它叫做Synchronization 它是一個我們稱為叫做Kernel Object 對不要懷疑 就是要翻成中文要怎麼翻呢 翻成核心物件 好 那最後一件事 這個是所謂的Kernel Object 就是由作業系統提供的一些機制 那這個機制 你可以運用這個機制去確保 資料的一致性 好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非常小的範圍 所以像我們剛才前面講的一些 像這個什麼 像剛才講這個 BAR Group BAR Group他們遇到的問題 像那個Toyota 它每一個節點裡面基本上也是單核的 所以它是一個 但是它節點跟節點之間就會有一些通訊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層次的問題 好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我們今天講的 注意到我們今天講的議題 都真的是多核的 然後而且是像剛才講的NUMA這種 這個整個在Memium Model 甚至什麼CPU Topology 都很複雜的情況下 甚至沒有去考慮的 所以實際上我們要去想的話 會遇到什麼呢 比方說我們會遇到一個東西 叫Atomic Affirmation 好 那簡單來說這個東西 就像那個你去銀行匯款 比如說你要從那個台北銀行 匯到兆豐銀行 那你也知道兆豐銀行 會遇到一個悲劇是什麼 就是也許它有一天會收掉 就是也許它會有一些困難 對不對 比如說導致你 你匯款來講是怎樣 是先扣款 注意到先扣款 然後對方銀行來存款 可是如果遇到兆豐銀行 突然他不能營運的話 那這筆扣款也沒有成立 那這筆扣款就不成立 所以要再監視 這個東西 Atomic Affirmation 是怎樣 是講說像原子一般不可分割 那事實上有非常多機制 可以去做到類似的一個方式 就是確保說 扣款跟存款 這些東西是一次完成的 但是如果說你用軟體的方法去實做的話 它是一個很大的運算風險 然後說有個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Dacker 不是Dacker Dacker Dacker Algorithm 注意到有很多軟體的方法 這個我們講這些同步 這個軟體的同步方式 不要說這個東西來實做這個 Mutual Exclusion 反諸詞的這種操作 然後Mutual Exclusion這個方式 它是軟體的方法 那軟體的方法一般來說 會比硬體的這個 硬體磁鏈大概會慢個1000倍 或者更多的倍數 注意到這個 但是軟體的方法是 的確是很早就被提出來 那你有可能有聽過什麼 銀行家 銀行家演算法 註冊詞有一大堆動演算法 但是它的成本 之前成本太高了 注意到它 成本太高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搭配一個 特定的 Atomic Instruction 是由CPU去提供的 那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還有更底層的是 Memory Model 那再來是整個Memory Model 所以我們今天來探討重點 就是Memory Model 跟Odering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編譯器本身 它會去最佳化一些程式的順序 往往呢 我們在執行過程中 比方說像回圈 我們考慮到一件事 如果回圈呢 有一個程式 比方說它進入的 就是進入一個回圈 會進入1萬次 或是1億次 非常多的一個數量 那如果裡面有些操作 比方說加法 或是一個什麼 DataMove 就比方說A等於B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DataMove 把B的內容 Copy到A去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稱為DataMove 那這種東西如果加法跟DataMove 都很多東西都是 都是重複的 那我們實際上是可以把它省掉 所以程式的順序有可能會改變 因為它可能把這個重複的東西 搬到虧圈裡外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現在CPU會做一個Range執行 然後我們會知道Compiler會做一件事 叫做什麼呢 叫做Instruction Scheduling 那Instruction Scheduling 在做什麼事呢 因為每一道指令 執行的時間 花的時間不同 就是說 我們想要避免的狀況就是 避免這個PipelineStore 所以避免PipelineStore 然後呢 很大的工作是要交給誰來做呢 交給Compiler 去做出 編出什麼 可以避免PipelineStore的一個程式吧 那我想這個 大家以前在這個計算器組織結構 應該都有學過類似的 那基本上有很多調整方式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基本上現代的Compiler都會做這種事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 這東西呢就是說 避免什麼 避免說 語意上呢 是模糊的一個行為 那特別是在什麼呢 特別是特別是在這個 這個 InterLock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事實上呢 有些東西是要存取 要誰先誰後 比方說 像你要看一段程式碼 比方說我們可以看一下 比較簡單程式碼像什麼 像是B大於0 然後A就 加等於B 好 那這個東西很關鍵啊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說 這個B大於0呢 必須要先怎樣 要先去 要先得到B的狀態 然後去判斷B有沒有大於0 接著呢 A的值呢 再怎樣 再去增加 而且是以B 就是把B的值加到A上去 好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改變順序 這很有趣啊 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先讓A的DataMove先做 在這個Case下 如果A的DataMove先做的話 那結果就是錯的 好 那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B大於0呢 會遲到 就是有分支嘛 那這個分支呢 不見得永遠都會 都會走進去 當然B永遠可能它衝到 它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5號數 而且它的值就是大於0 就是說 哎 講錯了 它是5號數 所以它不要是0的話 這個都會成立 所以這件事來講的話 很麻煩的地方是 編劑器呢 如果它遇到它是個 B是5號數 而且它認為說 這個B不會變0 所以乾脆怎樣 乾脆呢 就把這個東西拿掉 有沒有可能 會 好 所以這個東西 完全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該不該對一個5號數去做 做什麼 做 它是不是正整數的判斷 因為5號數判斷它是不是正數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絕大多數的編劑器都會提供這種警告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不該對一個5號數做大於判斷 好 但是 但是這個東西呢 完完全全是 導致什麼 編劑器會產生不同的程式嘛 好 然後呢底層呢 又有什麼 所謂的Cache Confluence的問題 所以實際上 執行結果呢 跟你寫的 往往不是相同的 好 那尤其在多核的狀況下呢 這件事呢 就會變成很大的悲劇 然後呢 在我們今天來講的話 也希望探討一些 所謂的Lock-free的結構 好 那你在讀資料的時候很麻煩的 你會發現Concurrency搜尋的時候呢 基本上絕大多數找到的東西都是Java的 那 你要找到C++ 或是C議員的那個東西 是非常困難的 那 不過這也不意外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 Java 就是 Java的Concurrency 主要用在哪裡 用在那個Banking Banking就是那個銀行 所以 就像兆風一樣 對不對 要洗那麼多錢 也是蠻辛苦的事情 好 所以就是說 這個 這個 Banking 在銀行業 其實非常需要這個 再怎麼找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呢 比方說這個 你看 這個投資銀行啊 什麼的 在很多投資銀行的領域 他都花很多時間去問這個Concurrency的問題 所以這個 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你去網路上搜尋 你如果Concurrency呢 找的話 你翻絕大多數東西都是來自這個Java的 而且Java的問題很大多數來自Banking 因為 這個 這個我們不意外嘛 銀行要做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只要有一點錯誤呢 這個怎樣 這個結果就是 結果就是不可挽救的問題了 不是拔個錢就騙鳥事了 好 那比方說像 我們看一下香港 香港這個 香港這個環境很有趣 香港基本上 IT的人很少 絕大多數的人可能是做 跟 就是反正做生意啦 做生意比較多人 那如果澳門就更有趣 澳門基本上有很多賭場嘛 所以IT很多人在服務這個賭場 做這個資訊化 好 那像是香港的IT就很有意思 香港IT很大比例都在服務這個銀行業者 所以他們會花很多心力在解決這一類問題 那我們台灣的產業搞跌倒 我們台灣產業是怎樣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 最源頭的IT的設計 就開始出發唄 然後再次製程啊 做出CPU之後呢 還要去移植各式各樣的作業系統 然後上面再建構各式各樣服務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個環節呢 往往我們很在意的地方是像是驅動程式 往往我們在意的是什麼 網路的效能啊 或者程式的功能 但是往往呢 過去呢 台灣的IT 台灣的IT也好 台灣的這個 軟體工程師呢 很少花心思在Concurrency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也不一樣的 這個是改變的嘛對不對 這整個預算模式有很大的改變 好所以注意到啊 你現在為什麼要開始了解呢 因為這東西已經不是什麼研究 不是未來趨勢 這就是你我每天要遇到的問題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那在Concurrency的文件裡面呢 你會看到大量這種詞彙 什麼詞彙呢 就像這種 叫做Sequence Before 就是說整個語役呢 會做很大的調整 我也想一下 剛才講那個程式 不好意思我剛剛忘記了 反正剛才那個程式 所以事實上呢 你會看到說這一系列文章 或者說你在網上看到一些文獻 他會花很多心思呢 去跟你講說定義這個詞 比如說這叫做Sequence Before 然後除了Sequence Before 又有什麼 有Happence Before Synchronized Beats 或是Sequential Consistency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 一開始讀的時候 都是那種詞 文件一大堆 然後那個詞彙 而且很多人看到都是英文 然後不是沒有程式碼 就直接跳過 請你拜託不要這樣子 因為這個東西弱差很大的 好 然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 比方說這個程式碼 像這個 i++的值呢 而sine到i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認知上呢 都是認為說這是undefined 那我們要怎麼去表達呢 你看喔 如果說我們把它畫成像中間這張圖 這張圖的話呢 注意到這個等於 那個等於符號呢 它其實不是等於 它不是equals 不是equal 它是怎樣 它是一個assignment 或者說以CPU的觀點來講 這叫做data move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搬動資料 而不是equal 因為如果是A跟B是equal A跟B就可以互換 但是注意到這東西不是equal 它只是一個assignment 或者是一個data move 好 那所以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尷尬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以西元或是交板來講的話呢 它是從右邊的 右邊的部分 move到左邊去 好 那所以如果說你看中間這個圖 就是什麼 加加 然後呢 i 那把i放進去呢 你看喔 這中間每一步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 我這個 某個值 比如說i 就是要assign to i 然後呢 接著什麼 接著就是我們要加加嘛 加加 所以加加什麼 加加是 先 先evaluate 然後呢 之後再什麼 再把值 加 就是對裡面的值遞增 好 所以去evaluate的當下 到底有沒有被改 這是一個怎樣 這是一個順序問題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 這邊有個詞很有趣 叫做什麼 叫做sinefait 好 那如果呢 如果呢 我們沒有去定義說這個什麼 定義說這個實際上行為 當然這件事 從頭到尾可以有個很好的 有個化解方式 如果是加加i 有一個很明顯的化解方式 就是說 它一定值遞增之後 再做evaluate 如果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話呢 它就不會很define 所以就知道 這個前提 這件事難在哪裡 它的assignment 發生的時間點 所以它也可能發生之後 或者之前 會有些問題 那這個東西呢 你會在閱讀過程中 你會發生什麼 它也會有些數學式 也會有什麼 第一性 所以你為什麼高中 來讀數學 高中讀數學 為了看懂這些 比較 比較 比較瘋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思考 就是說 你一旦你的這個領域 它遇到這種很經典問題 concurance問題 多子音訊問題 效能問題 很多時候 你會需要接觸一些很fomo的東西 像這樣 就開始會看到一大堆符號 一大堆一大堆符號 那大家看到符號 今天會比較害怕 因為這個符號是有助於 我們了解這個問題 把它放為限速 比方說 我們知道 有個東西叫做 formal of equation 那整個formal of equation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 它就是用一大堆數學方法 數學方法去把很多ambiguous的地方消除掉 甚至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把你的這個 最差最差的執行時間 在數學上把它算出來 而不是只是一個order 我們知道一件事 如果說像 像那個什麼 QuickSort MunchSort 基本上你可以在演算法層級 找到它的order 但是對我們講的 不夠 我們想知道是怎樣 最差最差 它真正的那些係數 每一項 就是它最差的時間 那甚至說像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的事實上也是可以驗證 可能你有聽過一個作業系統叫SEO4 那SEO4呢 它做了非常有趣的事情 它直接對西語言 跳出一個subset 就是它是用西語言的一個subset 來開發的 那更上層的是一些數學方法 比方說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寫的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 它是用Hastel 那Hastel它去定義 每一個狀態 從狀態 這個Sigma到S'到S' 總之就是說 它去驗證 那中間就是很多這種數學的表示 反正我就讓大家去想 基本上我們現在難度拿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是要回頭去看這個理論 好 那接著來看一下 這是系列2 再來是什麼呢 剛才講的東西比較基本 我們來講比較複雜的東西 真正的難的地方在哪裡 真正的難的地方是像 HAPPENS BEFORE HAPPENS BEFORE 你就想一件事 就是說我今天比較多有好幾個執行序 那這個執行序呢 有可能是完完全的執行在不同的處理器上 這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你想如果說我們這些雙核 雙核SMP SMP對稱 對稱多核心 對稱多核心的這個架構來講的話 它基本上 處理器A 處理器B 它都有各自的什麼 各自的佔領器 甚至它的L1 Cache 都是獨立的 可是呢 程式執行呢 絕對不是只有佔領器 不是只有PIPERLINE 不是只有CPU 但是關鍵地方是什麼 你還是有一個什麼 共享的記憶體 然後你也會有去存取 透過BUS 存取到各自各的周邊 好 這件事就是難的地方呢 難在哪裡 難在說呢 我們對機體同一個位置 注意到齁 我今天有兩個資金序 然後它可能分別是在普通核心 那我在同一個機體位置 我要去操作 好 那我怎麼知道說 這個操作哪個在前 哪個在後 我能不能保證這件事 所以呢 這東西呢 就是 簡單來說 用中文來講的話 就是怎樣 我要確保說 前一個操作的效果 要在後一個操作 必須是可見的 好 比方說像什麼 i++ i++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它evaluate 跟它真的數值改變 基本上怎樣 這個東西會導致什麼 就像前面講那個 i++ assign到i 就像這一系列問題 我們必須要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定義 所以 這邊來講話呢 你可以注意到什麼事 你看到這個程式碼 程式碼來講話 你看到 今天如果說有個 把5 mu到a 或是把5 assign到a 那接著呢 這個a乘a 的結果 assign到b 那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關鍵地方是 注意到一件事 所以 happens before呢 它強調是這個 visible visible visible是什麼呢 不要把它翻成中文 這個翻成中文 你不會懂了 所以不用灑下去翻中文 關鍵地方是 我們要去確保說 因為 a乘a這個東西 它要看到a 它就要看 去超過記憶體 或是透過cache 反正不管它有什麼方式呢 總之它會存取到a所在的位置 然後把這個值讀出來 然後再做什麼 再做乘法 好 那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5 mu到a這件事 是不是可見 好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 happens before 就是說呢 我呢 看到a的時候呢 我看到a 這個就是 剛剛那個a乘a的時候 我要可以看到什麼 a的結果 那它的順序呢 會不會影響 以這個 以這個例子來講 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要確保 結果是對的話 一定要怎樣 就是5的data assignment 或是data move assignment 或是data move 一定要在a乘a之前 好 那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做稍微複雜一點的操作 像這個畫面中這個東西 這個稍微複雜一點 不要說b1加1的結果 mu到a 然後呢 再把b1 b這樣 把它設定成1 好 那這個1跟2呢 1跟2的這個順序 其實就很關鍵 然後你會發現什麼 是呢 當你在下compile的最佳化的時候 很有趣 compile最佳化的時候 這個b跟a的順序 就這樣 就改變了 但是呢 這有沒有違反 這是happens before 以這個例子來講 是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其實呢 compiler 注意到 compiler做的事情 對compiler已經認定了 他推敲出 透過這個分析 當然怎麼分析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聊編譯器 總之就是說 因為編譯器從這個 從這個assignment 從這個data move 它發現什麼事 它發現說 我可以去改變這個順序 然後可以做到一樣的效果 那happens before 在這地方是什麼 就是我看到a 看到b 這件事 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致的結果 好 所以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講說 happens before b這種東西 其實這樣不是講說 它的順序一定是怎麼這些 而是這樣 我存取到資料的方式 好 那如果說你去回求看 其家家定義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恐怖 對就是這種 會出現大量這種詞 這還是最簡單的 還會有一大堆很複雜的詞 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希望大家有認知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現在 要了解這種問題 必須要從很基本的東西開始看 所以你看 數學又拿出來了 然後 從這什麼 從它的論證 或者它的前後關聯 像這個 Sequential consistency 這是現在我們要去 特別特別了解的問題 有很多很直覺的東西 其實它跟你想像中的 就是有很大的差異 那這個是在我們 在多何時代 這個東西會變得非常的麻煩 非常的恐怖 所以我們了解 concurrency 絕對不是看那個地鼠 不是 那只是一個描述現象 我們真的要去了解 是它的什麼 是它的語意 是整個sematics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認知 就是說我們今天了解這個concurrency 了解這個parameter 不是為了去加速什麼 什麼矩陣操作 加速什麼big data 加速這個什麼 Map Reducer 那個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沒錯 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們必須確保什麼 這些問題 從剛剛講到的編譯器 到整個處理器 亂去執行 甚至把Mem Model 都有很大的觀念 所以在這之前 你要把這些詞彙把它搞懂 那當然如果說你開始 遇到很大挫折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顯靜光教授的那個文章 他跟你講說 他跟你講說什麼呢 他這個平行處理 他有一些中文 注意到這個東西用中文 有沒有很感動 你現在看到中文的東西 都要 繁體中文的東西 都要非常感謝 因為這幾頭幾乎 已經看不到繁體中文的東西了 好 那 注意到呢 這個顯靜光教授 他講的東西 他是講的東西 比方是20年前的 也就是說 他其實他講的東西 是 主要是講 perversion 而且是解決特定問題 他沒有涵蓋 concurrency 還有包含說 前面講的一些問題 他沒有涵蓋 但是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當作一個切入點 如果說你對這個 比較基礎的東西 比方說像 Polythread 或是一些 Martythread 如果沒有概念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開始下手 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經典的文章 就可以來看一下 那這個經典文章 比方說有一篇呢 他叫什麼 叫做 Introduction to luck-free programming 那這個東西呢 就介紹一個很重要的詞 叫做Luck-free 好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 在英文裡面 英文裡面 加一個什麼free 基本上就是怎樣 就是沒有嘛 比如說無糖 無糖是什麼呢 不是no sugar 那個太爽了 他叫sugar-free 那就是說他基本上他就不加 我們講sugar是什麼 基本上是砂糖 蔗糖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他怎樣 他沒有蔗糖 那沒有蔗糖人會吃嗎 人是喜歡吃甜的東西怎麼辦 所以你會用什麼 用帶糖 或者用我也不知道什麼糖 總之就是他不加蔗糖 因為sugar是蔗糖 的意思 所以我們講sugar-free 就是說什麼 他最後還是會甜 因為不甜的話賣不掉 但是他會加別的東西加進去 總之不是加sugar-糖 然後luck-free也是類似的 luck-free呢 我們要注意一下 luck-free是不是完全沒有luck 其實不是 而是怎樣呢 而是說呢 我的資金序的執行 就是說 不管你現在形容幾個資金序 比方說有四個資金序好了 這四個資金序呢 中間的人肯定要做luck 因為不做luck的很可能這樣 很可能資料是錯誤的 就像前面那個例子 像之後有共享資料 共用資料 權益資料的時候 我們勢必要有個luck 才能確保說這個資料的一致 可是呢 luck-free在講什麼事呢 luck-free是說 這個執行過程中 不會因為其他資金序有luck 而導致執行被影響 也就是說他不會blocking 所以注意這樣 所以luck-free不是說沒有luck luck-free基本還是要luck 如果你不持有mutex 你不持有mutex 你怎麼確保說這個資料 像是什麼 像是畫面中這個 我們剛才打什麼指令 我打DumpMessage 就是Linus kernel那個 DumpLinus kernelMessage 你要想Linus kernel每一行message 都是怎樣 它都是有luck 所以我確保說 比方說這個IPv6的訊息 它不會印到一半邊來打斷 所以它一定持有個luck 但是這件事呢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說 這個資金序不會因為其他資金序的luck 而長時間被block住 我們稱為叫luck-free 好 那 講起來很簡單 就是說那個是目標 但實際上實作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你們看到這張神寫的圖 這是從這篇文章揭露出來的 這邊很經典的文章 那這篇文章我們看一下它的年份 它的年份其實沒有很遠 它是2012年的文章 然後這篇文章很經典 因為它在跟你講的一些概念 它把這些東西把它整理好 那接著有一本書呢 大家一定要去看 這本書實在太強大了 對 快去買快去買 這個東西 只是叫做the art of multiprocessor programming 那這本書呢 跟你講很多很經典的案例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在這個 多個處理器的環境下 怎麼去鑽起程式 不是 因為往往很多時候 效能是會提升的 有可能資金序用越多 它會越滿 你們覺得很方便對不對 好 給大家欣賞一下 比方說我們最近的那個 出一個作業 我們最近出一個作業 給誰是寫的作業 比方說我們做一個電話簿 就是一個電話簿 然後這個電話簿呢 可以講 這個電話簿就是你可以看到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需要 你可以看到說畫面中不是有個 有個append的 append的操作 因為我們要建立電話簿 從那個35萬筆字 要建立電話簿 就從這個檔案 從檔案系統裡面 把檔案內容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呢 建立一個link list 先不要站我 為什麼要link list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電話簿 它是人會搬遷 有些人會到天國 有些人會出生 有些人會到外地工作 那有些人在外地工作一陣子 可能累了 可能還能回家鄉 或是有些人家鄉在苗栗 但是苗栗被搞到物業障棄 知道搬得太難了 所以你看這個人都會搬遷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資料結構 類似link list的結構 當然這件事可能不是很有效率 好先不管 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可能 好我不改用資料結構 我讓建立link list的速度快點 那你就想要 那可不可以用多執行序 所以看到畫面中這個 就從紅色降到 右邊的那個綠色 看起來很不錯對不對 從0.13秒降到0.02秒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進 那你說能不能用很多個執行序 來建立link list 好 那這時候呢 就會出現一些悲劇 給他欣賞一下悲劇有多悲呢 看一下同學寫的作業 這個 比方說我們給他欣賞一下 同學寫出來的作業 就做很多實驗 比方說我們來欣賞一下哪個作業呢 放出第二週 比方說這個同學也是很認真的去研究 然後他甚至做一個多執行序的版本 然後發現一個悲劇是什麼呢 他發現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執行序的數量增加 所以你看到畫面中這個畫面 他從4個8個16個32個64個128個256 你說是不是多執行序增加就變快 不是啊 注意到左邊叫什麼 只能叫時間 所以如果寫程式沒寫好的話呢 有可能導致一個很悲劇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的程式沒寫好 資金序開越多就越慢 這個我想大家以前念書的時候 都有這種感覺嘛 就是分組報告的時候 分組報告主因越多的時候呢 這個有可能就越慢對不對 因為基本上你用腦袋想知道 基本上一定是99%的工作 是某一個人做的 那其他人就是工作 可能就負責上台報告 或者負責來沾沾光 但是這個還不打緊 就是當你是負責做事的那個人 很忙的時候就會有個同學打電話說 欸那明天教導報告到底寫完了沒 那一個來打擾你 兩個人來打擾你 三個來打擾你 不會越拖越慢 這個狀況有點像這個 就是說事實上呢 整個在城市開發的過程中 往往我們要得到比較快的方式呢 基本上在啊 往往是很困難的 像這個同學很悲劇 他真的把那個資金學數量把它改變 一個兩個三個一直加上去 一個兩個四個八個這樣一直加上去 結果發現什麼 竟然是一個資金學比較快 這說明了什麼 這說明了它不是一個通力 注意到這是一個特力 那這個特力說明了什麼 就是說我們過程中很多時候呢 要考慮到它寫了什麼 剛才那個東西寫了它不是NOP3 為什麼 因為資金學越多 被阻擋的時間越多 所以往往呢 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一個機制 去避開這些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難解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新的程式源發明 很多程式源發明 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那當然這種研究很早又有了 那如果說你讀一些比較早期的一個書籍 那你會發現很多方式是用那個數學 數學的方式去這個 去講這個多子音訊的 就是講這個concurrent 或是說這種Luxy的 在有都是用數學觀點去寫 那比較難讀了 那這幾年有一個有一點改變了 因為這幾年這個東西變顯學了 所以它就不是只是用數學方式去描述了 不過你讀一讀 讀到某些論文 它還是會都會用數學去表達 所以該來還是要來 好 直接幫大家畫重點 第一個就是什麼呢 你需要一個很重要的操作 就是automical read modified right operation 就是說像我們剛剛講的存款例子 轉賬例子 轉賬就是說我從A銀行轉錢轉到B銀行 扣款存款 這必須這樣一次發聲 那或者說呢 這才有剛發展一個東西叫什麼 管理費手續費 那這個東西怎麼扣 那或者說 這個放貸 或者說你跟銀行借錢對不對 這個它利息是浮動利息 利息是浮動的 那所以這個東西的計算 我要從以什麼計算點看算 它本身就是浮動的 所以我要怎麼確保說 我這個浮動過程中 那還有錢還有被提取 很多操作本身 我們必須把這個範圍說得比較小 好 所以在各式 在主流的這個作業系統平台 主流的作業系統跟主流硬體上 都有提供這個 automic instruction 來提供你做到 automic operation 然後呢 比方說這個API的話 像Windows 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interlock increment 就是類似這種 iOS的話 有這個 Always Atomic Add 那像C11的話 C ProPlus 11的話 有這個東西 Fetch Add 那它就有這種操作 基本上它幾乎都是對應到 硬體的這個 automic instruction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不是硬體有提供這個機制 不是作業系統提供這個API 就世界太平 我們剛才講到什麼東西呢 Read Modify Write 那我們可以把它縮寫成RMW 那 所以這個Read Modify Write 那關鍵地方就是在這邊的操作 就是說我多整天序的情況下 是不是只能夠創造說 保證一件事就是 就是同個時間 只有一個什麼 其中只有一個資金序 會存取到同個位置 這個是在整個操作裡面最困難的事情 所以往往也會透過什麼呢 會透過一個東西 我們就稱為叫CS Loop 這個CS Loop 那CS是什麼的縮寫呢 叫做Compare and Swap 這一系的東西很多啦 然後有這個東西叫CS 然後也有叫什麼 叫TS 就是叫做 叫做Test and State 反正這有一系列這種操作 那這東西跟Lock Free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Test and State 所以叫TS 所以剛才講的東西叫CS 那現在還有什麼叫TS 那這個在過程中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什麼 在這個過程中 有很多 最早它是一個 最早它是用數學方式去表達的 那你在 如果你讀那個恐龍書的那個作業系統呢 它會看到 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 Test and State 的一個描述 那 基本上它是拿來實作什麼 實作 比如說 通常你在恐龍書看到的是 是做一個 Mutual Exclusion 那在恐龍書的那個 講Synchronization的地方呢 它後面的CT 就是叫你做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然後叫你做一個 做一個 Counting Semophone 類似這種 這樣東西 那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基本上這些是由硬體去提供的指令 但是我們實際上要去用的話 很不容易 我們實際上要用這些 用這些 Automic Instruction 基本上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難在哪裡呢 難在 我們需要 考慮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叫做 ABA 注意到ABA ABA這東西聽起來 聽起來 聽起來很深奧 但是其實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東西 叫做 一個東西叫做 叫做 Stack 那Stack 是要做什麼事 你要做 要做Push 跟Pub 那Push跟Pub 你基本上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 有一個指標 比方說叫Top 去指向這個Stack 最上面的元素是什麼 可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今天有兩個之間序 所以你看像畫面中這個東西 我去讀取這個 Stack的Top 那 再來是 我讀取了Stack的Top以外 我要想去看 它下一個是什麼 就是Stack的下一個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 有沒有可能發生 Pub的錯誤 有沒有可能發生Push 都有可能發生 那有沒有可能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因為我今天 它是對同一個機體 它可能是同一個 或是同一組 反正這意義上是一樣的 都是共享資料 但是在讀取的過程中 因為我讀取的過程中 內容被改變了 所以你看到 這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 綠的 Modified Right 這種事發生了 然後 我們 往往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在意的地方是 在 比方說要執行什麼 第一個執行需要執行Pub的時候 那 執行Pub的時候 他要去讀取 讀取數值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有沒有可能發生什麼 發生搶戰 就是 因為我們 微觀的那個時間 我們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邪動程式麻煩的地方是 你不能用聚觀的時間去看 就是說 每一個指令 比方說 比方說 把1 assign到A 把2 assign到B 這是偽觀 或是一個什麼 那是聚觀的 就是 比方說像一個回圈 那我們要知道的意思 就是 比方說一個回圈執行過程中 這個狀態有可能改變 那我們又不希望說 每一次狀態改變 都是用Mutex Lock 去實作 因為你用Mutex Lock 可能會導致什麼問題 不會有好多核 你看到 我有好多核 然後呢 我Lock全部都停下來 所以就是這樣 我們稱為這種Lock 可能叫什麼 叫做SpinLock 就是說呢 我盡量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比方說我去改變那個數值 那從頭到尾 我不管有多少核 基本上 可以確保說 只有一核做這件動作 然後其他核的 在幹嘛 在那個Beezy Wait 總之就是 不是做這個 改變 跟改變資料無關的事情 好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希望 我們Lock Free希望 避免這種事發生 可是呢 這件事又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你看到 畫面中這張來講話呢 這個Bee 它做這個Pup操作 或是做Push操作 它都會改變這個Top值 可是 對 第一個資訊 它從頭到尾 它沒有意識到這個東西 它只是看到它的Top 接著從Top去找到下一個 好 至於這個東西的解法呢 非常多 事實上呢 有一種解法是什麼 就是 引入一個GC 這東西GC是什麼 就是說 它確保說 資料呢 它沒有再需要的時候 才去釋放 就是說 它又可以叫做什麼 叫做Lazy Evaluation 也就是說呢 我們說Push跟Pup 我不急著把資料釋放出來 我不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所指的資料釋放出來 而是我讓這件事晚點操作 我從來只記錄 它更改的 更改的操作 但是我不會急著去參照它真正的內容 這個東西是GC 但注意到它只是一個協助 讓這件事 不要造成很嚴重的影響 它可以從這個定根的功能 可以回退它的資源狀態 那事實上呢 我們真的要回到源頭去解決呢 要回到什麼 叫做 你要確保你的程式碼 可以做到這個Sequential Consistency 所以難就難在這地方 我如果要 像剛才的例子來講 如果要做到 像Stake 要做到 資源LockFree 你一定要去改變資料結構 所以如果說你去Github上面搜尋 你會看到說 像是LockFree的Stake 有沒有看到 一聽到你在找這個 找得好累喔 好 就說比方說你在Github 可以少到一大堆reparatory 跟你講什麼 跟什麼LockFreeStake 那我們給大家欣賞一下 LockFreeStake 跟想像中Stake就會很大不一樣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Man不用看 因為Man是你唯一可以掌握的東西 還是看一下好了 這個Man跟你想像中的不會差太多了 反正就是 就是 基本上它是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Worker Threat 那 我建立這個Worker OK 好 我建立這個執行序 我建立 建立4個 4個Worker Threat 當然可以建立更多個 好 那Worker Threat在做什麼事呢 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呢 它就是 要來操作什麼 要來 操作你的Stake 所以你看 這個例子來講 它就衝動到幹嘛呢 去Push 好 這個沒什麼大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 Header 光是Header的實作 就跟你想像中不太一樣 你預期的那個Stake 可能就是什麼 比方說像Nest 跟那個數值 但是關鍵呢 不是這裡 關鍵地方是哪邊呢 關鍵地方是在這裡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Stake的大小 這個Stake的Head Top 本身呢 它都是要怎樣 標示成Automic 注意到這個東西 在從C++11開始以後 C11開始呢 會有那種底線 還有大寫的 哪些東西是C11 不要說這個 像這個GENETIC 之前我們上課 我們之前講課有講到這個 GENETIC 或什麼 Automic 這些東西都是C11 去提出來的 所以注意到 以前C11的關鍵字都是小寫 但是從C11開始呢 它的關鍵字呢 就是有大小寫混在一起的 然後 所以這件事呢 包含說這個 Stake的大小 這件事 Stake的大小 以下頂端的那個 位置到底在哪裡 這個東西也是要確保這樣 它是Automic 所以可以看到一個很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光是這個操作本身 就是取得這個Stake的大小 本身呢 它的這個結構就改了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今天設計一個Lock Free的Stake也好 Q也好 或是一個Link的List也好 它的演算法本身 是跟你以前學的演算法 資料結構是這樣 是相似的 但是為了要確保這個Concurrency 為了確保這個Sequential Consistency的前提呢 我們勢必要再額外設計這樣的資料結構 就像畫面中看到這樣程式版的資料結構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隨著資料結構複雜 會變得更麻煩 比方說像我們今年在我們成大的春季班的那個課程 那以前就有一組同學呢 他非常艱辛的去研究 比方說什麼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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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eet B Tweet B Tweet要怎麼去做到Concurrent 這個你有興趣可以來參考一下 那這個報告寫得非常長 就是說 我們設計一個什麼 設計一個B plus Tweet 那這個B plus Tweet 它有一個特性是什麼 就是說 它事實上 它是要能夠設計出它是一個什麼 是Lock Free的設計 所以我們想 我要怎麼知道它是Lock Free的 比方說我可以有更多的資訊序 所以你看畫面中 比如說這是一個資訊序的 或者是有四個資訊序 跑在2%的Core上面的 類似這樣 所以你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比方說我這個Diabase 在這個時間點 我不會因為資訊序數量增加 然後系統變慢 以這個例子來講說 你看喔 就是說 我這邊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 One Thread的時候呢 是這樣 是57383 然後呢 在四個資訊序的時候呢 它得到128841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事呢 就是說 這個整個怎樣 隨著資訊序的增加 那我這個整個 整個這個 Read的 速度是需要什麼增加 有提升的 那我們就稱為這樣的Scape Edge 是怎樣 是相對好的 那如果當然像前面同學做那個 電話簿那個程式啊 那個35萬筆那個資料 那個悲劇 那表示那個東西設計很差 好 那這個好跟壞呢 其實往往這個落差非常大 尤其你這個 像你看到說 像之前那個資訊序增加 變慢非常多 所以我們要今天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今天這個整個 硬體的這個製程的進步 導致說我們 在單一的這個 在一樣的這個 帶賽子上呢 我能夠晒電競數量可以增加非常多 基本上都是一個 一個天文數字 我已經不知道現在 一支 iPhone7 這個iOS iPhone7大概裡面有多少電競體 那個數量太大了 它都是Billion等級的 就是 不知道多少十億 就是多少數字 再乘以十億 這非常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但是我們要關鍵的要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要怎麼確保說 我這整個 什麼 我整個這個Operation 它可以再 它可以做到 做到好的 那往往呢 那往往呢 你要從什麼 你要從資料結構的調整開始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 非常非常困難問題 那所以這個 像之前的同學呢 我們其實 做得很艱辛 因為這個東西 這也是我們今年想要繼續來探討的 好 那 所以我們 我想要再提醒大家 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過程中呢 整個這個 這個 Program的Order 非常非常非常關鍵 然後呢 再來是 為了要確保說 它的那個 整個順序是 是對的 那當然這件事 有可能來自什麼 邊緣器 也可能來自整個 硬體的BUS 像這個不同的Tobelage 導致的這個結果 像前面講的 NUMA 或者像一些什麼 一些Maticube 那總之就是說 在這個架 跟架構有很大影響 那基本上 會有 發生Reordering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多核的時代 你可以考慮到寫成字其實蠻困難的 即便一個Stack 就像那個 剛剛給大家看的 那種 那種什麼 Lock Free的那個Stack 光是Stack 你就要看很久了 更別說其他的資料結構 所以這都是一個 很困難事 不過就是因為困難 才知道我們去做 好 接著來看一些 那個語意的部分 所以 包含Aquire 跟Release 這些東西怎樣 都要重新 從頭到尾去定義 所以 比方說有個東西叫做 Aquire and Release Symmetrics 就是說整個 整個行為 就要重新去定義 好 比方說呢 在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會去定義 就是定義 不管它是用什麼樣的 測試緣開發 不管它用什麼樣的 Thread Package 或者自行在怎樣的 什麼 處理器 搭配特定的編譯器 反正不管它是什麼組合 好 比方說呢 我們會去定義一個東西叫 Aquire and Release 就是說你看 這邊來講話 畫面中看到 不是看到 標出來這個區域 這標出來這個區域呢 我會選怎樣 我選Aquire 做特定的操作 好 所以不管我有多少核心 不管其他的資料結果 變化怎樣 我在這邊Aquire 然後中間做完這個動作 之後呢 我把它Release 這個動作叫 Aquire Release 好 那再來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會有做 Memory Reordering 所以事實上呢 會有一個大堆東西叫 Memory Barrier 那這個東西呢 影響非常的大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查一下 在今年這個 Embed Linux Conference上 有一些很經典的演講 像你可以在Google搜尋可以找到這個 就是在今年 在哪裡呢 在那個 Saint-Jose Saint-Jose的這個演講 那它是 Embed Linux Conference 那就專門來講這個 講這個 Memory Barrier 那這個東西非常的困難 那 因為我還在學 所以我沒有要跟你講太多 因為 事實上 這個幾個層面是很複雜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光了解Memory Barrier的來源 Memory的影響範圍 這是一回事 然後再來是處理一些行為 然後再來是作業系統 現在的處理系統 基本上都會去考慮到這個 我稱為叫做 SMP Concurrent Scenario 基本上現在的處理系統都會去考慮 但是問題是解法 解法落差可以很大 比方說我們講一些比較經典的作業系統 比方說像VS4S這種商業的 ATOS 基本上它很大的責任不是出在作業系統 而是在Programment 所以Programment只能照著特定方式去寫程式 那如果是像Linus 它是一個通用的作業系統 然後它的設計就很有趣 它就會提供一些比如說Rewrite的Semitic 它會提供一些機制讓你去做 那你會照著模擋方式去寫 然後它可以確保說 確保說它可以打到Memory Barrier 但是實際上又不... 因為每個人測試環境跟測試情境不同 所以往往很多時候 Linus要花很多機制去修這個人 Linus有提供一些特定的API 提供特定方式 可以讓你確保說 做到像前面講的這種 這種Rewrite的那種 Consistency 但是剛剛的地方是什麼呢 往往它不是那麼容易去做到 然後所以呢 事實上你要去看的話 還有什麼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Week 還有跟Strong的Memory Model 簡單來說呢 這個Week跟Strong 基本上是對比的 那Week在講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在Load跟Store 就從這個 Load 從記憶體載入到 什麼 載入到CPU的這個register 那或者說Store呢 Store就是從我的register 寫回去到記憶體 好 這個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過程中順序會不會對調 有 比方說 編繫 比方說處理器 都可能對調 那我們講Strong的Mem Model 就是怎樣 不管怎樣 這個LoadStore 它的順序呢 是這樣 它是 它幾乎不會發生重排 好注意到 它不是完全不會有 注意到 Week跟Strong都是相對的 注意到 就像畫面中的那張圖 它這個Week跟Strong 基本上怎樣 它都是相對的 所以呢 比方說會有這個Usually Strong 那當然Week也會有分等級的 就是有非常弱的 就是說根本沒有要保證的 但這裡可以怎樣 它 就是你可以看到畫面中這個 而且這個東西注意到 畫面中不是有看到不同的硬體嗎 對不對 有這個Alpha 有這個386 那像過去的 像那個Micro Processor 比較差的Micro Processor 它根本就沒有什麼 亂虛執行這種東西 它整個操作得非常的單純 甚至 甚至 CPU 往往很多時候在等那個Io 不過在過去來講 沒有關係 什麼386 或者更差的電腦都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CPU跟周邊都差不多滿 那CPU跟Memory的分點 數分也沒那麼大 那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是 左邊跟右邊都不是我們在意的 我們是在意中間的 所以注意到它的機率 比方說像這個 Utually Strong 對 所以它只是機率問題 是 很大比例是怎樣 會取order 還是很大比例不會取order 所以它只是相對的 然後 所以呢 我在過程中 比較難的地方就是這個 就是Big跟 Strong 那你會發現 講到這邊你會覺得頭暈了 所以趕快看一些比較不會頭暈的東西 所以事實上呢 這邊顯示實在太痛苦了 太困難了 所以 所以 事實上呢 你會需要很多工具的協助 比方說這邊看到一個工具叫什麼 叫 Concurses Kits Concurses Kits 這是什麼鳥啊 總之就是 因為要做到 Lock Free 比我們想像中的困難太多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你 繼續關注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 課程的 課程資源 還有我們 討論區 我們整個學期呢 幾乎都在搞這個東西 就是幾乎在搞這種 誒 不是搞這個被正面搭訕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網頁宅那麼慢 我們先停一下 誒 為什麼看不起來 不管啦 中華球會過熱 好 我們過熱啊 好 太慘了 好 既然這個過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回答一下同學的問題 誒 看一下直播的問題 好 收音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嘖 這樣 我有處理過了 處理過了 好 對 所以有人問到 有人提到一個很棒的東西 Earland 對沒錯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這個時代 基本上 Concuren的問題也影響很大 那你也可以看到什麼 像是 像是剛才那個 Stack的例子 其實說明什麼 你要做到Concuren 很困難 而且呢 你要能夠證明它是Concuren 就更困難 那 所以 像很多新的程式員被提出來 然後 像我們這學期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好 對啊 我們這學期 這學期才經過那個 我們這學期才到 才邁入第五週 但是 但是我們每個禮拜 都有大量的作業 所以有興趣可以慢慢看 就是 我們有做不來的作業 好 那我們這學期的課 基本上只會上九個禮拜 那其他九個禮拜 幹嘛 就是跟同學在討論 所以我們有很多新的題材 也許那時候可以提出來 那 我想要講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過程中的基本上 整個 為了要Concuren 我們就必須要在資料結構 跟演算法做大量的修改 而且更麻煩的地方是 做大量修改之後 做它的驗證 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狀況 那這個東西在 新南威爾斯大學 他們做了很多這種研究 在這個新南威爾斯大學 他們有大量的資料 就講這個整個從這個 Transaction啊 Concurrency啊 反正就他們有一大堆的 有專門的課 你可以對照看一下 你也可以看它的論文 那基本上 這是少數能夠存取到的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 蠻困難的 而且你要從這個什麼 從它的那個Symletics開始 那 你也可以看到說 這個 新南威爾斯大學在哪裡 知道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 那這個澳大利亞 他們對這個什麼 作業系統研究非常深入 那事實上有很多 美國知名大學 可能還沒有這種課 那注意到這邊 畫面都看到這些東西 都是他們專門的課程 在講 Concurrency 那我們台灣課程 就蠻厲害的 我們台灣課程通常都可以 直接跳過這一段 我們台灣課程都可以 開什麼平行處理 高效能預算 那個什麼什麼 巨量資料最佳化 什麼鳥 反正就是我們台灣課程 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段 他是假設 台灣課程通常都假設 你 你都懂 好 不過我們還是要誠實面對自己 不懂就是不懂 好 所以 所以 我們要去思考的議題 基本上真的是蠻多的 然後 積極的執著討論 好啦 這個 這個 我們下次一定要把它排進去 我想特別強調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不用急著去把很多議題 把它了解 因為很多議題本質上都是相關的 所以看 我們今天講到哪些東西是相關的 資料結構的實作方式 我們講到 講的是像那個CPU CPU 亂區執行 Pipeline 然後再次像Numar SMP 然後再來是 像這個 Synchronization 然後Cache Compuence 然後再來是編譯器 你看到 以現代處理器來講 編譯器的影響是太大了 像剛才看到那種 隨便一個最佳化打開 這個整個怎樣 這個 這個會做這個什麼 Code Morphine 就是整個順序會對調 這個我們稱呼叫Code Morphine 那Code Morphine就發生很頻繁 這是很基本的最佳化 那 那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光是這個Program Model 其實影響就很大 當然我們這麼短時間不可能講那麼多 我是希望把這些重點把它指出來 然後再包含說像這個 這個網友問到問題 像這個GC 那這個GC呢 基本上我盲目的去做一個GC 是沒意思的 這個 其實寫一個這個Garbage Corrector不難 這個我們之後的作業會有提到 寫一個Garbage Corrector不難 難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讓這個Garbage Corrector可以發揮作用 好 比方說我們要設計一個東西 一個GC是Concurrent 好 Concurrent GC 那這個東西就非常難的問題 因為 基本 GC的基本概念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叫做 Reference Counting GC Reference Counting 好 簡單來說呢 我使用到記憶體 然後 我用的時候就在那邊標一個數值 那沒有用到的時候就去回收 就是比方說 比方說 就把那個沒有用到的東西把它把它釋放掉 就是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可是問題是 Reference Counting 本質上呢 本質上呢 它必須要做到什麼 Automic 好 那本質上呢 它會不會遇到ABA問題 一定會遇到 所以你知道 如果你一直把管理器丟進去 什麼Automic ABA什麼鬼 有一大堆跑出來 然後呢 你會找到一大堆 甚至會找到論文 Lock Free Reference Counting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數學本身是不能申請專利的 但是呢 你把數學拿來應用就可以申請專利 所以這個東西的專利在哪裡 這個東西的專利在哪裡 這個專利在那個 記憶體管理 這個東西可以申請專利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是什麼呢 這系列的問題非常多 當然你管理字一直打下去呢 你會找到很多啦 什麼這個 它都是有個特定的情境 所以 關鍵的地方是 你無法提出一個 有名國手的方案 然後去解決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不存在 就不存在一個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 以食物的觀點 這可能不存在 以研究的觀點也許存在 但是 其實你指證我 如果說我這個地方 看得不夠多的話 我們今天講的一個問題 在於是什麼 就是說 往往這個東西都跟它的情境 有很大的關聯 那它沒辦法用一個很有效的方式去追蹤 那還有這個網友提到說一個動態分析 事實上動態分析的機制有很多啦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我們有個作業是講這個Murge store concurrent 像我們這學習的作業都是比較殘忍一點 先讓同學吃一點屎 先讓同學吃點虧 然後這個 就知道工作有多大的困難 然後比方說你可以用一個工具很好用 這個東西叫做Mute Trace Mute Trace Mute Trace可以trace嗎 可以trace這個lock contention 我們要特別澄清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Lock本身 其實我們不用懼怕Lock 就是說這個Mute Trace Mute Trace 這種東西我們不用懼怕 我們真的要懼怕的地方是什麼 是過長的等待時間 就像那個我們前面講到什麼 那個Biener 那個不是那個什麼 Priority Inversion Priority Inversion 基本上它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Priority Inversion 往往它發生的狀況只是短暫的 短暫的怎樣 就是一個Lock的持有者 他被一個另外一個任務 短暫的去pre-end 然後去可能就是 比方說第一優先權的任務 被中間優先權的任務搶佔 然後那中間任務的只是執行證 然後很快 很快這個低度優先權的任務 又可以繼續執行 所以它可以Unlock 所以你就不會造成Priority Inversion 我們真的在意的地方是Unbounded 所以就是說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中間那個打斷人家執行的那個任務 他才會執行完成Unbounded 所以Lock也是一樣 Lock呢 基本上我們在意的地方 往往不是這個Lock成本 隨著Linux 隨著主流這些作業系統的設計 Lock的All-Hate 越來越降低了 我們真的在意的地方是Lock的競爭 那就是相互影響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會希望在多核的情況下 去發展一個Lock-free的演算法 但往往Lock-free很難實做 所以往往你事實上 其實都會存在一定程度的Lock-contention 那我們剛剛介紹的工具叫什麼呢 叫做Multrace 那Multrace本身呢 就是可以來協助你去偵測這個Lock-contention 那這東西很簡單 就是你用apt-get就可以取得Multrace 那Multrace怎麼用呢 基本上就是後面加上你想要自己的程式 比方說一個MerchStore的程式 比方說我之前的程式在這裡 那直接接著它就會輸出像畫面中的這個報表 那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Multrace怎麼實做呢 它事實上它去攔截那些MultraceLock TryLock 諸如此類這些Function code 所以把它換成一個 換成自己的版本 它會去追蹤這個Lock使用的時間 跟什麼釋放的時間 那所以這個工具呢 它可以協助你去追蹤說 我有哪些 比方說哪些競爭的 就是說這個有哪些Lock convention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你可以發現什麼 這個段程式碼有三個 相互競爭的Multrace 所以表示什麼呢 表示這台程式碼有很大的金碰鍵 而且你用腦袋想知道 既然有這麼多競爭呢 很可能隨著執行區的增加也會更慢 所以你覺得這很壞對不對 怎麼會有人出這種機車題目來嚇學生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讓學生提問一下這個 什麼叫工程嘛 工程就要解決問題了 好 然後最酷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作業是找不到答案的 為什麼 因為Code是我們自己寫的 問題是我們自己製造的 所以Google搜尋怎麼搜尋都收不到 所以讓學生體會一下 在Google搜尋找不到答案的感覺是怎樣 非常美妙的 好 所以不怕同學偷看 因為Google搜尋找不到 好 好 那所以呢 像這樣的工具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那事實上呢 就像網友提到的 事實上有很多工具 比方說現在有很多工具是從編譯器等級去處理的 像這個T-SEN 這個T-SEN FREIT STENITIZER TENITIZER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它在這個編譯 編譯的過程呢 安插一些程式碼 讓這個程式碼呢 附帶在執行時期會執行 那這個東西可以來偵測什麼 來偵測這個DATA RACE DATA RACE呢 基本上就是前面講的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可能有好多個資金序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 我可能這樣 我可能要去改變它的狀態 就是同一個資金序 就是 不管有系統有幾個資金序 它會存在一個情境 在同一個時間 有兩個以上的資金序想要修改 同一個 同一個記憶體內容 那這個東西就會造成DATA RACE 那DATA RACE很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它很難重現 而且它會買很多問題 所以這個DATA RACE呢 如果你去Google搜尋 會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它很大比例都來服務一個很重要的人 叫做服務一個很重要的軟體叫Chromium 也就是Chrome Browser的核心 那這個問題是非常難搞的問題 你看這有接近40萬筆的資料都在幹嘛 都是針對這個Chrome Browser Chrome Browser內部的引擎 Chromium去做的 也因為有這些工具的提出 導致這幾年整個Chrome Browser 包含相關的軟體越來越好了 那這些東西在很多東西內建 在很多東西內建 Chrome Browser的測試是內建 在Android的分枉殼裡面 來講的話 神力胎車也被打開了 不過T-SEN 就是為了神力胎車還沒有被打開了 所以這個過程中 讓你們發現 這個很困難 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問題 但是我們又非得去面對不可 所以在Go元 Go元這方面就做得比較優雅一點 Go元基本上一定會遇到一樣問題 只是它可以把某些東西包裝起來 所以很多人說Go元是雲端的雲 我覺得這個也不太 我對這句話不太能夠接受 不是Google發明就是雲端的 這兩碼是 那總之就是說 在這個Go 它花了很多心思去設計一個叫做 Go Concurrency 所以有個東西叫Go Routine 那Go語言怎麼去降低這些衝擊呢 它把整個寫程式的開發提升更高的程式 就像二人在做的事情一樣 不過要注意到一件事 Go語言的問題在哪裡 Go語言即便有Go Routine 好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你還是要面對一個現實 因為絕大多數的系統元件還是用什麼 還是用西語言做的 絕大多數的系統元件還是用什麼 還是包裝成作為系統的服務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只要有涉及到共享記憶體 你只要涉及到權益的狀態 基本上還是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注意到 這東西只是一個什麼 只是一個Poken Model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都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好 那接著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到的東西在哪裡呢 我們剛才講到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其實去把一些關鍵的問題 把它把它highlight出來 那接著我們要去看的東西 比較輕鬆一點 接著就是說一些 一些名詞解釋的東西 那比方說像什麼呢 比如說那個Colroutine Colroutine跟這個什麼 Colroutine跟這個 Colroutine跟這個 Function的那個差異 好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Colroutine這個詞 出現得非常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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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olroutine它在非常早期的東西就出現了 就是在 在那個神一樣的書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高 它的中文名字叫什麼 叫做 讓我偷看一下 我也忘記它的中文名字叫什麼 這個教授實在太吵了 竟然有中文名字 對 高德納 對 那這個高德納教授呢 他的那個很經典的書 就是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那這本書實在是太神奇了 那這本書呢在60年代的版本的時候呢 1960年代的版本呢 就有提到什麼 Colroutine 所以注意到 Colroutine這個詞呢 出現得非常早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像購元 或是這個 Rain 要去解決這個 Cohenance 還有各樣的 sequential consistency 的時候呢 往往是透過Colroutine 或是類似Colroutine的方式去 去解決的 所以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個研究 Concurrency這個過程中 你會發現 你往往會一直 考古 就是把很多 歷史的腦梗 發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麼事呢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雖然是針對21世紀的那個狀況 應該說我們21世紀 把上個世紀 遇到的問題全部都面對了 就是上個世紀很多研究 或者上個世紀很多 只有在某些特別的情況下 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在21世紀都面對 而且是每天都面對 因為我們用手機 每天都面對 那 所以像這個Colroutine 最早的是在這個 The Art Colroutine 高德納教授 他寫的這本書 裡面提到的 但是當時講Colroutine 只是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 注意到很基本的概念 那你的實作方式 有非常多 大家看一下原本方式 比方說紅色 再什麼 藍色 再綠色 就是說 我紅色 藍色 綠色 當然綠色可能會 履噴到藍色 藍色可能履噴到紅色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相對長的時間間隔 如果說呢 我今天可以怎樣 紅藍綠 快速的交錯執行 那我稱為就是 Colroutine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把它畫成這個 畫成韓式呼叫的話 A呼叫到B 那所以你看 A呼叫到B 然後中間就是B 執行正值 然後這要履噴到 履噴到哪裡 履噴到A 然後A也可以呼叫到C C執行正值 履噴到C 那如果說你的執行 就交出來 交出去 所以這我稱為叫什麼 Colroutine 注意到它是一個概念 所以實作方式有非常多 你可以把執行序 包裝成Colroutine OK 你也可以把一個 process包裝成Colroutine 也OK 你甚至可以把一小段 組合語言包裝起來 事實上這次可以做的 比方說像以下一個例子 就用這個 say jump no jump 所以它基本上把 把一小段這個程式 包裝起來 那我去維護它的context 就是維護像那個 Promcounter 回護Stack 這樣也可以做出來 好 那我們真的有興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藉由Colroutine的手法 然後把它提升到 程式語言的規模 就像購元 二類 或者其他的這個語言 所以包含說 我們接下來這個 未來的作業 就是如果你有關注我們這個 課程的話 那我們未來的作業 想要做什麼事呢 我想要自幹一個 購元的一個 不是購元 注意到我們不是購元 是自幹一個類似購元的 這個 購Routine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想要自幹一個 Thread Packaging 那這個Thread Packaging 可以把整個寫程式的 整個狀況可以把它提升 好 那有個很重要的應用 就是在做這個 MapReduce 那 如果你對我們的這個 作業有興趣 你可以來看一下 盡量這個作業已經出了 比方說 現在找像這個MapReduce 在這裡 就是我們一個分組 好 那 MapReduce 好 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去實作一個MapReduce 那 當然這裡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 給學生的版本都是很差的 效能很差的 那學生要把那個效能拉上去 那當然 不是數字變快就好了 它的內容必須要正確 所以像這種 就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問題 那像我們這學期 基本上就是有很多題目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說 有開發作業系統 開發這個HyperWise 它也有開發一個什麼 不是開發鳥的 注意到 那不是鳥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生產者消費者的一個城市 就是叫做Hungry Bird 所以它是一個生產者消費者的一個城市 好 那也有可能像什麼 像是持續去改善這個 比方說圓周率 用那個Multi-Calva去改善這個圓周率 去改善那種精確度問題 所以我們這學期有很多 很多作業是比較多元的 那當然也可能是 自甘一個Server的 一個 通用的Web Server的一個Firmwork 那 但是這些問題都很有趣 這些問題 到後來都會承設 什麼 卡克的問題 所以 我們要特別在注意的地方是說 不管你用什麼程式語言撰寫 那 這些程式語言也許它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 這個抽象化 讓你的開發 可以遇到問題可以減少 但是最終呢 你還是會遇到這些問題 而且尤其在多程序 甚至你怎麼CPU 改變的時候 它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像我們之後會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些在個人電腦上面 開發的程式搬到哪裡 搬到我們的 我們之前準備好的 我們之前準備好的 看看有沒有完全不同的狀況 這是會發生的 好 那再來是前面剛剛講過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 Pathread 稱為 簡稱叫Pthread 那這邊有一篇 有一篇 令人感動的文章 這是那個宋政華先生 在他出國念書之前寫的 那這是繁體中文世界最好的一篇文章 1998年 那之後就沒有文章了 所以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們台灣的英文程度特別好 所以可能就不需要看 不需要看繁體中文 所以你要看到這個繁體中文 要用感動 要用摩拜 這個 1998年到現在 你看快了20年 20年 基本上沒有第二篇 像這麼規模的 好 不過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篇文章呢 它是針對什麼 它不是針對Linus 當時的Linus 多指尋是個悲劇 它針對的東西是一個什麼 它針對的東西是Deck 注意到 所以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什麼 這個文章呢 是針對Deck 那Deck這家公司已經不見了 然後 那所以悲劇是什麼呢 這裡面的程式碼 有可能會跑不動 這個 你要自己把它改好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thread呢 它就是前面講個Folk 的Join 所以你看到Folk 看到Folk 然後把它分割成 若干的什麼 Worker Thread 那一般來說 我們Worker Thread怎麼去定格呢 Worker Thread一般我們的定義是說 它有實際上有做事 而且有分配到什麼 分配到特定的CPU上 我們稱為叫做Worker Thread 那當然你可能在單直律序上 也可以建立一大堆Worker Thread 也OK 總之就是它實際上有做事 然後再來是這些東西做完之後 有個Join 然後就是Join之後 比方說像什麼 光線追蹤的程式啊 你可能像 底下有一個光線追蹤程式 那我可能是 追蹤左上角或是右下角 或是其中某一顆球 然後追蹤完之後呢 我要幹嘛 我要把這些資料合併起來 這個東西叫Fork & Join 那這邊來講的話 有一個範例 那這邊有一個作業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碼抓下來 跑跑看 去看一下這個P水影響 那今天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P水裡面有個東西 叫做Condition Variable 往往在寫程式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很有趣的情境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有直行去A跟B 那A跟B呢 其中的A 會需要等待 就是程式執行的 它需要等待一個變數的狀態 才能繼續執行 可是這個狀態 往往就掌握在B數上 這個東西很常見對不對 比如說大學教授都會叫你說 認真去讀書嘛 大學教授都會說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來做研究啊 可以啊 可是你要先考到研究所嘛 才能跟老師一起做研究嘛 所以就尷尬 我們要去問 欸我研究所要考上沒 老師要搜我沒 那我才能做研究 那所以 往往你花很多時間在幹嘛 去問 老師說 這個研究所放榜了沒啊 然後那個什麼 老師要不要搜我啊 對不對 那老師當然就說 我們都很歡迎優秀的學生 但是他通常 你去找他的時候 就說不好意思 我搜滿了 那他是不是真的搜滿不重要 反正就是 他就會跟你講這句話 所以你往往要幹嘛 你要一直去Pulling 一直去詢問 老師可不可以來搜我 那像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麻煩的問題 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 一直在追蹤人家的狀態 但是往往呢 我們為什麼要建立多次進去 就前面講的 Concurrency 我們想要做什麼 去把它解構 把工作切割 那以這個狀態來講 我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在 在等來等去 所以呢 我們有辦法有個機制呢 去怎樣 就是說我設計一個東西 叫做Condition Variable 那Condition Variable呢 注意到它本質上它是非同步的 它的非同步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B這個東西呢 B這個資金序呢 把這個 共用的變數的狀態改變的時候 從False改成True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一個Sigle 通知誰 當然通知A 通知A 通知A的話呢 那我A就不用一直等 我是怎樣 我就是 某些想像的那個情節 我去設定一個Condition Variable 那這個東西呢 A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會 它在撰寫的時候 它就怎樣 它就等什麼時候被出 被 觸發四個龍 那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這樣的機制呢 可以大幅降低等待的機會 而且呢 可以讓它更有效率 這個 這個Condition Variable 使用呢 基本上是搭配這個MuteStack使用 底下有個示意圖自己看 好 那底下有個程式呢 當然要看一下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東西呢 叫做 Frap Pool 那這個 翻譯很難翻啊 你可以說叫做 知情趣遲 超難念的 還是講英文吧 那這個Frap Pool呢 或是叫TP好了 那這個TP呢 TP的實作有非常多 而且效能落差非常大 那 它有沒有Luckless的版本 有 不過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Luckless Luckless Luckfree的這個實作呢 有可能等一下 有可能會 實作層面來講的話 它的效能有可能會 比 沒有Luckfree的版本來的差 這個 所以我們要再講一次 我們前面講Luckfree 是講什麼 是說我的整個知情 不管你有幾個知情趣 我的知情不會怎樣 受到Luck的影響 但是不代表說呢 這樣的設計會比 會受到Luck的影響來的快 所以要注意到有個迷思 也就是說 因為Luckfree要做太多事情 這個嘛 去檢查 比如說有沒有發生ABA的狀況啊 然後比如說它要安排很多 就是要確保說用那個什麼 CS loop 去確保它的狀態一致 所以Luckfree其實要花很多成本 在這上面 所以我們要再一次 Luckfree的演算法 基本上它可以得到更好的Skeability 但是不代表說它在固定的環境內 它會比較快 注意到這個有一個前提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再回到這個TP 來看一個示意圖 示意圖 示意圖 這裡 這個TP 比方說這個東西 基本上大家去那個郵局啊 去這個銀行啊 這個 或是去醫院的常常就會懂 基本上要看病人塞太多了 所以我每次去醫院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等很久啊 上次就是 頭有點痛啊 這樣去看個病啊 然後那個 就沒想到 這個等待的時間 都比看病的時間長太多了 是上次去乘待醫院看啊 那個好像我就跟他說 會覺得耳鳴 我就講一對我的症狀 講一大堆 他說 我太累了多睡覺 然後就出去了 搞屁啊 對不對 就是你看 我當然知道要多睡覺啦 但是我是希望說 能不能不睡覺給我打個針 然後瞬間我就很精神了 開始工作了 好 然後拿回來 所以就是說實際上 就像我這種需求的人很多 就是看病 那可是醫生是有限的 所以你看 醫生 比方說這個醫生的 醫生實際在哪裡 醫生就是所謂的這個 workthreat 就是真的在看病的人 那問整人不同 對不對 那有些人像我們就比較好搞定 對不對 看起來就好像三天沒睡覺一樣 就叫我 就趕快回去睡覺 那當然有些人病情比較複雜 可能這邊有腫瘤 那邊有腫瘤 然後身體不舒服 然後這邊滾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要跟醫師聊天 那廢話這個東西要聊超久了 好 那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要怎麼解決這問題呢 所以是這樣 一開始要排隊 排隊呢 不要抽個號碼牌 這個抽號碼牌這件事怎麼做呢 就是比方說上面不是在報號碼 所以這個workthreat就是這樣 你先去抽個 號碼牌 先排去抽個號碼牌 然後那幹嘛呢 它就是分配 比方說13號請到1號櫃台 15號到4號櫃台 諸如此類這種 它就是一個分配 好 要哪一個 其實我有欸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抽號碼牌 它是一個很有效的機制 可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前面講過 就像看病 像我這種很簡單 就是我因為睡不飽 所以看起來我累快死了 最好辦法回去睡 可是有人有主流 要安排 要安排什麼 要看他們的開刀 那有些人可能需要更多的照顧 所以往往發現什麼 1234工作量的落差很大 所以呢 你又不能要求每一次看病 都是看個五分鐘 這是不對的 像我剛才的例子 我那個上次看病 好像只看一分鐘 兩分鐘就結束了 超慘 而且全部都是我在講話 好 所以實際上在設計的時候呢 要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工作量的分配 工作量分配其實很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就是說 事實上呢 我們稱為叫什麼 叫做Task Migration 所以事實上 我們要做一件事 就是Low Benz 就是說 同職的 比方說 同樣是 比喻活客的意思 那有人比較不滿的時候 我們要分配過去 或是說 要排隊排隊隊伍才太長 我要搬到那邊去 我要做這個 這個Task Migration 它就有很多那種不同的演算法 那 往往呢 我們要解決問題 還不是這種等級的 我們想要解決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 因為我們會有前面講那個什麼 會有這個contention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這個Vocue本身呢 實際上怎樣 這個Vocue本身就會有content 就是說 就是有contention 有很多任務排進來 所以我們要想 能不能把這個Vocue 當它怎樣 去降低它的這個 contention發生的狀況 注意到 contention 沒辦法完全沒有 沒有contention 而是它的什麼 它出現的那個 機會 或者是說它的那個 比重 我們再一次這個點 好 那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把這個架構 改成這樣 從剛才那個架構改成 像畫面中這樣 就是說你看 一開始還是要排個隊 但是排隊之後呢 不直接丟給這個Vocue 而是怎樣 它上面還有Vocue 好 所以簡單說 我那個櫃台 這個機制呢 你出國就會熟了 就是你不是去海關的唄 海關通常都會有那個什麼 替代的一難嘛 像你說去排這裡 排這裡 排這裡 然後呢 當然有一個關卡呢 突然增加的時候 或者有一個關卡卡 特別久的時候呢 就把Movocue的東西 Migrate到另外一邊去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要實作的設計 那這邊有一個參考程式碼 叫Lockfree的Fruitpool 叫LFTPOL 那他試著做一件事是什麼呢 他試著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他去這個 去那個 降低這個 降低這個 降低Lock 那他用了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叫做這個Signal 不過注意到一件事啊 這個Signal的設計 它有額外的成本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只是個示範 那實際上 你去跑這個Lockfree的程式碼 麻煩一下 他很可能在某些Case 會比那個 原本有Lock的情況來得慢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再強調一次喔 所以從頭到尾 不是用Lockfree 就會完全變快 他是要看你的情境 看你對Stability的要求 然後當然在這過程中 你需要做一些調整 不要甚至引入一些LeanBuffin 這邊有自己 請自己看一下 那這邊這邊有一個示範 就是一個 我們有提供一個Concurrent link list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蠻困難的 基本上Link list的本質上很簡單 就是一個節點接著一個節點 就是 像那個什麼 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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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個那個 蠢共一樣 這樣一串串串下去的 當然 Link list實際上還要解決什麼操作 增加系列節點 刪除節點 或是搜尋節點 或是 兩兩節點對調 比方說 你要做收聽的時候 兩兩節點要對調 那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去實做一個機 是可以Lock free的 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 比方說兩個節點對調的時候 或是我要刪除個節點的時候 我要確保說 這個Lock 不會影響其他的動作 比方說 查學 或是什麼 或是 或是 刪除的動作 所以 事實上 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那剛才 剛才這邊 來講話 有個參考資料 請你看一下 在這邊 這邊有個參考資料 在那個 01年的論文 就是 在講說 要怎麼設計一個 設計一個 Lock free的 Lock free的Link list的設計 我們來看一下 Lock free的設計 根本沒有Lock free的設計的差異 就是 下面的 下面紅色的地方就是什麼 有Lock 就是 單純用Mute isLock 然後 基本上很多操作本質上就是Lock 那上面是這個 Lock free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面是Lock base 上面是Lock free 那 今天它的Scapility 在講什麼 就是說 我的處理器 增加的時候 我的處理器增加的時候 我的表現應該可以更好 但你可以看到Lock base的很有趣 就是說什麼 當我系統變多的時候 我的Supuse甚至還下降 這個就這樣 表示這個演算法的差異 所以這個東西很關鍵 尤其在金融業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 為什麼像香港很多 那種Program們 他們面試的時候都要考Concurrency 反而台灣面試的時候 不太考Concurrency 通常 比如說 聯發科必考題 考什麼叫做Swade 什麼叫Process 很多公司都有這種必考題 注意到 你看那個層次落差很大 因為很多台灣的公司 不是說它是技術管 而是它要解決問題 是比較多元的 比較多樣的 所以Concurrency 只是其中一個小關節 甚至很多人 一輩子 不是一輩子 就是工作個幾十年 可能都不會遇到 不見得是一輩子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退休啊 就是 很多人工作個幾十年 十來年 幾十年 很可能都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不是說這不重要 而是說他可能沒有機會遇到 但是現在的處理器 或是現在應用情境 這個東西變得很關鍵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 是說 能不能用一個更好的方式去做 然後再來是 你可以把這個Squid跑起來 那就得到類似的圖 然後再來是另外一個程式 就是之前提供的一個程式 叫做Hungry Bird 那Hungry Bird它是什麼鳥呢 它是 對 它是鳥 但是它在模擬什麼 就是模擬一堆鳥要吃飯 那所以看到它的問題是什麼 它是 叫做Single Consumer Multible Producer 就是 就是 就是說 這個聽起來很深到對不對 就是說Single Consumer Multible Producer 這是什麼鳥 來看一下 就是說像這個例子 你會看到 Dump很坑的Message 好 那你看到 這過程中 不管是IPv6也好啦 EST4也好啦 或是什麼 Randon 或是 Power 那你會發現什麼 這些都是 都是Producer 所以我有好多個Producer 那我Consumer是什麼 Consumer就是 把這些訊息都把Dump出來的人 那我在Dump的當下 這些訊息會不會增加 有可能會增加 然後呢 我這個Dump訊息的過程中 有些有沒有訊息會被截掉 有可能會被截掉 所以我要怎麼確保說 我的資料是一致的 這個東西就怎樣 這就是很經典的這個 Producer Consume問題 然後我們在這邊實作呢 我們會快速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 其實有提供一個什麼 提供一個Locklist Locklist 一個什麼 一個FIFO的Cue FIRST IN FIRST OUT的一個Cue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個code怎麼寫 跟剛才看到的Stack有點像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們先做一個什麼 不過我們這邊有一個小技巧 我們把那個 我們把資料結構的 把它晶衡封裝 所以你看 如果你看這個Cue.h 你發現什麼事 你發現抽到根本沒有看到 什麼automic什麼鳥 對 沒錯 都沒有看到 你只看到什麼 Create Push Pup 然後前面有沒有東西 之類的 或是把這個Cue的資料 釋放掉 那真正的實作在哪裡 在Cue.c 那Cue.c 那Cue.c裡面呢 注意到這邊就有什麼 就automic的header出來 Standard Atomic 好 然後呢 比方說呢 這個Node裡面就是什麼 就automic 包含說下一個 就是它這個Cue 這Cue的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元素 到底要指哪裡 這本身呢 我們把這個Pointer 也把它設計算是automic 然後呢 當然你的head跟這個tail 當然也是automic 好 那你看這邊寫法就 設計不太一樣了 好 那所以包含說我在初始化這個什麼 初始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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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e的時候呢 也是要用到 automic的 方式去 用這個 automic instruction 去指定 好 所以包含說 比方說我去詢問 詢問呢 前面有沒有東西 所以你看 用什麼 automic load 那當然會有什麼 automic的 add 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什麼 這邊有個Strong的版本 這個Strong是什麼 Strong就前面講那個 Memory的 order 有 有什麼呢 Utually Strong 或是這個 Week 除此之類的這種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始作過程中 它的Load也好 Store也好 它的這個 companed exchange 什麼 CS這種操作 都是用這個automic 然後這個東西是這樣 在C11 去定義 所以真正的難的地方 是在這裡 然後呢 注意到呢 要去實驗 驗證它的正確性 也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寫扣已經很難了 驗證它也很難 以前寫成事情 只要跑一次 就可能結束了 但是這件事呢 很困難 這件事困難在哪裡呢 你要建立好多個資金序 注意到 你要建立好多個資金序 然後設計個情境 比方說什麼 一個生產者 然後消費者 注意到 這個程式故意寫得比較 寫得比較精簡 因為 我再回顧一下 這個程式想要做的東西是 Single Consumers Multiple Producers 事實上你也可以做出 Multiple Consumers Multiple Producers 或是Multiple Consumers Single Producers 那你有可能做出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實作層面完完全全都會不同 比方說 剛才講的Heads From的設計 就完全不同 這個在我們實作上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好 講到這邊有沒有覺得很頭暈了 所以 我們今天 基本上還沒有講到真正的講到這個 因為實際關係我們沒有講到那個實作部分 那我們希望讓大家對這個 對這個 Consumers 有點概念 所以實際上我們真的要面臨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吧 好 各位安 很好便 好嗎 如果你 我是個人